点的饮料是两杯 A果的存奶咖啡 满意了吗 你在说话 钱天心 我现在代表检察机关 对你进行相关讯问 请你如实回答 那天你和保罗 究竟是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见的面 需要你精确到 门牌号号分钟 之前的审讯 可都是摄像机 全程录像的 你不知道去翻 之前的录像吗 那天你和保罗 究竟是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见的面 需要你精确到 门牌号和分钟 好 那我再说一遍吧 我和保罗是在两年前 七月十五号下午三点十五分 约的见面 他当时还迟到了 大概七分钟 我们约见的地方是 距离巴塞 不到一个小时路程的 萨尔瓦港 哈利莲斯大街 一百一十七号 一家名叫 玛丽佩恩的咖啡馆 点的饮料是两杯 A果的存奶咖啡 满意了吗 你在说谎 说谎 没事啊 你要觉得我说谎 你可以去翻录像啊 要是有一条对不上的话 那就算我说谎了 再说了 你说我废寝忘食地说这个谎 干啥呀 之前我不承认我是老A 是你们死咬着不放 非得让我承认啊 我现在认了 你们还要怎么样啊 我查过那天天琴 那天萨尔瓦 下起了特大暴雨 降水量在两百毫米以上 你说你和保罗 是在马利佩恩咖啡馆 喝的咖啡 秦天心 你究竟知不知道 马利佩恩咖啡馆 是一家露天咖啡馆 他们用推车进行制作 在外面摆上桌椅 来招待客人 那天你和保罗 就坐在特大暴雨里面 喝着纯袋咖啡 是吗 不过你想想 这毕竟是两年前的事情 这有些地方记不太清楚 也挺合理的吧 好 那我就再问你 对于你的每一个犯罪细节 你都能够讲得清清楚楚 你是怎么操作 怎么组织 怎么骗人去为你打工 唯独说到你诈骗目标的时候 你就开始含糊气词 秦天心 我们可是查看过 你所有的服务器 你不是那种广撒网型的 诈骗团伙 你做到的是精准定位 谁给你的个人信息 我都跟你说过了 是郭静安提供的 有的是下面一些小虾米 这些低级的信息处理 我是不负责的 我根本就没有怎么过问 你说什么 低级 你知不知道 非法收集公民信息 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更何况那么庞大的受害群体 是郭静安那种小作坊 能提供得了的吗 没有怎么样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我说了我不怎么过问这些事情 不可以吗 我来说 不过说真的 你这性格和我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像 也就是 你走了阵 我走了邪 如果不是上天这么安排的话 说不定 咱俩还能成为朋友呢